众生更新不相同啊 烦恼习气都很重啊 有人喜欢 念四字佛号 有人喜欢 念六字佛号 我知道 中国古代的 尽忠道场 很多啊 那为什么要那么多 适合每个人的 缘分 喜欢念四个字的 那一边的念佛堂 专念四个字的 喜欢念六个字的 那一边的念佛堂 专念六个字的 喜欢大声念的 那个地方的大念 声音大 喜欢小声默念的 另外一个念佛堂 他们在那里用功 好啊 多能成就啊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那我听说 那我听说现在一个念佛堂里面 来了几个习惠惯不相同的 在吵闹啊 甚至打架了 那这不是佛堂的字 那这不是佛地词 这是摩地词 所有法门是佛说的 所有法门是佛说的 你要不相信 你要反对 那不适合你的意思 你要把它改变 那你是对佛菩萨的反对 对佛菩萨的不满 要佛菩萨跟着你 随从你的意思 哪有这个道理 林池大师在世 柱窗随笔上有这么一段 他老人家自己记载 这不是假话 有人问他 你老人家念佛怎么念佛 他说他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你劝别人怎么念佛 教别人 我教别人念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人家问他 这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说了 我这一生 决定求生净土 所以 南无两个字神调 南无是皈依 是恭敬 是礼拜 这客气话不要说了 四个字就行 我劝别人念佛 他未必肯往生 他要不肯念往生 加南无好 皈依阿弥陀佛 皈命阿弥陀佛 离近阿弥陀佛 加上这个好 跟阿弥陀佛 结合好缘 来生后世 遇到缘 就能往生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只要肯念就好 这一生 这一生 决心 消往生 真的 越简单 越好 四个字就 比六个字好 六个字多了两个字 大道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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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门 一行 难信 真难相信 记住 八万四千法门 包括金宗在内 身间没有放下 边界没有放下 是很严重的障碍 还有陈建 自以为是 人跟我的意思 不合的时候 我要排斥他 这不可以 处处给人对立 我念四个字 别人念六个字 我就要给他对立 我就反对他 这行吗 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 人家修得好好的 心脏修得清净平等觉了 你给他一闹一番 把他的功夫全打垮了 阿弥陀佛 建议往生 你是要把这众生 统统留到 留到轮回 不让他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佛法 真正是佛弟子 对佛所说的 无量法门 都要供进 礼拜 供养 每一个法门 都对 某一种根系 他都得意 你怎么可以把它废掉 这些都是对于教理 不同大 所造成的 这就说起来 学习尖教 听经重要 让你了解 四世真相 你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能够随顺 佛陀教会 这真正 佛弟子 那已经有成就的 要谦虚 不能用 轻慢 啊 那是错误 啊 你 头 射 啊 你 头 射 啊 你 头 射 银 啊 啊 感谢观看